疫情解封出国人潮来来往往 但却传出中共要在台湾北部空域 划设三天的禁航区 范围涉及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与飞航情报区 而禁航区不只对台湾 甚至对各国航班都有影响 经交通部抗议后改为27分钟 做这样三天的航台活动影响太大 所以我们也做一些沟通 交通部估计如果中共话说三天 每天恐影响160班 现在改为27分钟 约影响33航班 福岡的飞航情报区已经有沟通了 就在27分钟的时间 它会往南飞 就是脱离原来的航道往南飞 由台北情报区去接福岗的情报区 所以这个部分今天晚上9点会发布 这个飞航通告 对于外传 中共射进航区是以太空掉落物为由 王国才表示 中共所指的内容不是很清楚 但可能有掉落物在台湾的东北角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毅豪俊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